各位 優秀的業務員 他就像是一把精美的瑞士刀 需要身懷十八般的意義 解決客戶的疑難 雜責 而抓住貴人的能力呢 則是其中一向重要的功 只是呢 這樣的能力 他又不是與生俱來的 也不像是我的外表 是天生的 帥 那麼到底 我是如何讓我的貴人愛上我 並深情地對我說 他抓得住我 想起那個窮困潦倒的晚上 我跟主禱告 求他保守我的業績 當我禱告完後呢 我竟然看見一位神父 站在我的旁邊 而且他還親切地對我說 你萬事俱備 只欠歸人啊 原來啊 我萬事俱備 只欠歸人啊 神父啊 那請教教會 神父別走啊 他走了 就在我遇見神父不久之後呢 我遇見了金老闆 我跟金老闆介紹我們公司是賣工具的 而當時他正好要買一隻螺絲旗子 也是我跟金老闆說 金老闆 我們公司的螺絲旗子 它最神奇的地方是 它不僅可以把螺絲轉緊 更厲害的是 它還可以把螺絲轉鬆 厲害吧 這個戲通常也到這裡 客戶他就會問你 多少錢 高貴不貴 850月 只見金老闆激動地說 哎喲 就別人一隻150 就您一隻850 就難怪 就難怪您開B&W啊 欸 拜託 B&W是我老闆的車 當時還是菜養業務的我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欸 突然我靈機一動 對金老闆說 老闆 不然這樣 我留給你試用 欸 不是我給你用的 是我的螺絲旗子 留給你試用 金老闆當然說好 之後呢 我又再顧拜訪金老闆 想不到他跟我說 上個禮拜五外的潛在客戶 來參觀他們工廠 一看到我們家的螺絲旗子 便豎請大母子說 老闆 你見一個 好 好貴 嘿嘿 老闆你 油品味 我從沒想到一隻貴到不行的螺絲旗子 可以使金老闆 與他的潛在客戶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當然 金老闆這筆生意能不能夠成交 不會取決於這把小小的螺絲旗子 但從事以後呢 金老闆就叫我 貴人 因為我賣的東西都很貴耶 對 就在我遇見金老闆不久之後呢 我想是上帝的炫富啊 我遇見了王老闆 同樣的 我跟他介紹我們公司是賣工具的 而且我還主動跟他推薦我們的 榔頭 王老闆 我這把安靜無聲的榔頭 可是本公司最新的研發 如果你用這個榔頭 敲打出一首 搖滾樂 我保證 旁邊的人絕對聽不到 王老闆他對我說 啊偶爾工廠那麼吵啦 就算有人在我旁邊開槍 我也聽不到啊 工廠要是太安靜 就不叫工廠了啦 工作要是沒有聲音 怎樣偶爾做的工作是見不得人 素不素啦 還安靜無聲耶 噢 當時的我無言啊 各位朋友啊 這時候呢 我突然想起來了 神父他不是跟我說過 五萬事俱備 只欠貴人嗎 對呀 我就是沒有貴人啊 王老闆 王老闆啊 我看你的樣子 想必你的家事背景 非富吉貴 必定是名門之後啊 麻煩拍一塊一點 你給我一個機會吧 你給我一個機會 等於是給全台灣 所有所有的年輕人吉貴啊 王老闆 王老闆豪邁的說 好 我給你一個機會 這一次會放 表本院的榔頭 我買了 你要記住 我不是為我自己而買 我是為了全台灣 所有所有的年輕人 我買了 我買了 阿能不能再送我便宜一點 因為呢 比這兩位老闆 相思到相喜的一個生命歷程 我激勵自己 要當一個好貴的人 好貴的人 就是提醒自己 在跑業務的過程當中呢 要有耐心 另外呢 在實際成熟的時候 要有付出的準備 就像我拜訪王老闆 他嫌棄我們家的產品 但是我貴了 使他回憶起 他年輕時候 到處 拜託人接聽單的那股傻鏡 終於 他明白了 我是貴在真心 貴在一顆 願意付出的心啊 各位朋友們 如果你跟我一樣 也是每天要跑業務的 業務員 現在 就是現在 總理的位置 站起來吧 讓我們一起朝向好貴人的標竿 石頭 董主持人